关于这个兰花浇水 书上也有很多的说法 但是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描述 特别新手兰友 在养兰过程中 如果说看了这些知识的话 很可能还会越看越迷糊 很可能就陷入了一个浇水误区 那么兰花浇水兰花的植料 它最喜欢植料的湿度 是怎么样的呢 我给它分了五个字 第一是干 第二是潮 第三是润 第四是湿 第五是烙 我们分别来讲解一下 干很好理解的 干就是一般的纸 含水量的小于5% 小于5%的 我们通常说法是衣服晒干了 这个东西晒干了 几乎手摸上去是没有水的感觉 没有水分的感觉 这就是干 干的植料肯定是不行的 蓝花是不能生长 蓝根是不能正常生长的 肯定蓝根会坏 那么第二个是潮 潮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经常说到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东西反潮了 特别像花籽 花生 花籽 反潮了 都油脆 变软 不好吃了 是吧 就是反潮了 潮呢 就是说一个干的物体呢 它受到空气湿度的影响呢 吸收了一些水分 但是这些水分还不够植物的生长 就是它有一点潮湿度 第三个呢 是润 润通常用在什么地方 我们说说话说多了 嗓子干掉了 我们喝口水润一下 就是水过而不流 水过去了 但是不会流有积水 这个湿度呢 是植物 大多数植物呢 最喜欢的一个湿度 润 就是第三个是润 第三个字 第四个字呢 是湿 湿很好理解的是吧 衣服被雨淋湿了 东西被雨淋湿了 那么指的就是湿答答的 已经能看得见水了 看得见水流出来 湿答答答的 在湿的时候呢 就要注意排湿控水 排湿控水 第五个字 它和第一个字呢 是相对的 第五个字呢 是烙 烙 汉烙 饱收的烙 烙是一种自然灾害 然后我们在浇水 人工浇水的时候 水浇的太多了 盆浮 盆浮不透水 不透气 这个植尿不透水 水就容易积在这个里面 就变成了烙 烙呢 肯定会烂根的 烙根肯定会烂掉的 那么我们掐头去尾 干和烙肯定都是不行的 最好的环境呢 就是润 当你看到呢 当你看到那个兰花植尿呢 是在潮的时候 它就已经是 渐渐的在变干了 你就要可能浇水了 如果呢 植尿是湿的状态 那么你就要注意排湿控水 把它控制在一个润的一个程度上 润就是说植尿 它不会摸上去没有水 但是它有含水的 很明显的含水的感觉 这就是润 这样的湿度呢 是大多数植物 最喜欢 最能接受的一个湿度 大家在养蓝的过程中 可以参考我这五个字 干 潮 润 湿 烙 这五个字 把这个含水量控制在润 这个阶段 那我相信你的兰花呢 既不会空耕 也不会烂耕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